好,很多人覺得文化這件事很沉悶 當然我也覺得很沉悶 但我在想,究竟如何可以說得有趣一點呢? 文化這件事很重要,我就想,不如把愛情和文化混合在一起說 應該有趣一點吧? 我這條片,第一條片,講一下文化 很簡單的,今天講的就是想講過去進行式 我們先看看這個例句,給大家感受一下 它說 Remember last night when we were on the beach, and I was talking to your friend about you And then you suddenly came running towards us, and gave me a big hug I was so happy, I was thinking about it all day 這句有個女生和男生說 她說,你記得昨晚,當我們在沙灘的時候 那女生和男生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這就是過去進行式,當那一刻 那個女生和男生的朋友聊天的時候 然後呢,你突然衝向我身上 And gave me a big hug 即是女生的男朋友就馬上抱著那個女生一下 那個女生就說,I was so happy 即是她現在說,I was thinking about it all day 即是我昨晚過去進行式 我昨天一直都在想這件事 即是突然衝去抱她的這件事 OK,很簡單這條片就是這樣,完了 即是說過去進行式 OK,當昨天那一刻 我和你的朋友聊天的時候 你突然衝來抱了一下 這就是我昨天全天都在想 過去進行式